好,來,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我的銷售中 你先點我的在按銷售中之後 各位因為才剛申請賣家 所以其實你只看得到新增商品 這邊還有很多東西你看不到,對不對 各位看到的情況是這樣子的 那有機會等到你通過了 如果這個禮拜當中你有通過了 或者是下一次上課之類的 你可以先看一看,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有一個叫幫助中心 或者是賣家小幫手 像幫助中心這裡可以點進去看一下下 它這邊會有一些資訊讓你能夠看一看 你可以身為一個賣家 你可以有什麼樣的設定 或者相關的東西 你要消費滿多少才有運費補助呢 有什麼限制嗎 好,點一下 這邊就有寫 這個蝦皮這個地方 它有天天限量加碼 選擇OK便利商店取貨 每日前兩萬筆 好,同賣家訂單金額買299元 就是你一定要是買299元 而且是每天的前兩萬筆 那超商取貨運費全額不住 那其他家的 萊爾富每日前八萬筆 而且是訂單超過299元 那這時候取貨就全額不住 它這些都有一些規定可以看 你有興趣都可以看 像這裡7就不是囉 優惠一半 那這邊都有寫 9月份補助辦法如下 等等的 有興趣都可以看一看 這些都是一些說明文字 如果你當賣家不清楚的話 可以看一看 好,那我現在按左上角的倒退鍵 好,這邊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好,那這是幫助中心 那回來這裡 賣家小幫手 這邊都有 比如說你的賣場介紹 來看一下賣場介紹 你看我的賣場名稱叫阿聰的二手家 這是可以修改的 你點進去 你可以改一下 當你的賣場的名稱改了之後 來看一下我現在回來 你看我這邊就是中文的 各位,當時你是買家的話 這邊是只有英文對不對 那我現在 我有申請過賣家之後 我就可以 我的賣家名稱 就這邊是呈現中文的 就不會是英文 就是我剛還在 賣家小幫手裡面 的賣場設定 賣場介紹 可以改個名字 然後可以換圖 在這邊 然後可以介紹你的賣場 賣些什麼東西 OK 那另外呢 也可以回頭來看一下賣場設定 這邊有 這邊有 你可不可以接受人家給你 討價還價 你看 預設是打開的 如果你不希望 關掉 你要不要讓人家可以用信用卡付款的 哦 這個 那如果我不要 我就關掉 那如果你今天這時候要出國去玩了 出國去玩了 你可以開起來 那賣家就不能買你的 買家就不能買你的商品 你看 開啟此選項 可避免買家成立新的訂單 因為一旦訂單形成了之後 如果你又太晚出貨 會影響你的那個 你出貨 你已經給人家訂了多少時間 可是你太晚才出貨 系統會幫你記載 你有點delay人家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有時候你可以把它打開 那還有一個叫寥寥自動回覆 是如果人家問問題 你可以自動丟一個訊息給他 比如說你今天 一個 丟一個 這裡 丟一個訊息是 你看看 你可不可以 你要不要接受人家 一公聊聊的 然後你要不要讓 要自動回覆 人家有問你一個問題 也許你可以給一個訊息說 你好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話 這樣子的 或者是你今天 有些字常常打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常常會遇到人家 問你說 請問還有貨嗎 那我們就可以說 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 比如說 我這邊就有 這是我自己建的 我就建說 我就可以 那個什麼 這裡按 打一些訊息 然後按加 我就可以寫說 目前上有貨 歡迎繼續訂貨 那以後 我每次要回覆人家的時候 像剛才 我要回覆人家 我們回到聊聊 這上面不是聊聊嗎 我點一下 然後呢 我找一個 剛才 這裡 我回覆人家對不對 那這邊就有一個 我剛才訂的那些 快速回答的字 我已經在這個地方了 比如說 我就可以回覆 我只要去點這個 目前上有貨 它字就帶下來 你只要按傳送 就好 是不是就整個可以打很多字了 好 這個字在哪裡打 我再講一次喔 在 我的 銷售中 然後 賣家小幫手 裡面的賣場設定 裡面的 寥寥自動回覆 裡面的 自訂常用詞 你可以把它打入一些訊息 按加 就像比如說 有時候你也會遇到 你的其實貨品已經沒有了 我就希望說 給人家訊息 人家寥寥問說 請問還有貨品嗎 那你就直接丟這個訊息給他 你就不用自己重擋 出現抱歉 目前已經銷售以後 歡迎繼續選購其他商品 對不對 可以字式化的文字 你就直接點了 不用重 每次不要重擋 點了 點一下就回覆了 可以嗎 好